三藩市近日成為船尾首個禁止使用人工智能、租金定價軟件的城市, 此舉旨在阻止房東利用該技術向租戶受罪過告的租金。 這種軟件使用演算法來計算當地或全州的租金或入住水平, 通過獲取非公開競爭對手數據來確定可以從租客獲得的租金。 兩項法案由三藩市市參市會主席、市長候選人賠士金起草, 星期二獲得通過。賠士金辦公室透露, 其他城市和地區的創導者正在向三藩市尋求指導, 希望能通過類似法律。 該立法將在市長布里德簽署後的30天正式成為法律。